很多人都说,如今的中国演艺圈,已经变位了,现在人人都想做明星,为什么呢? 因为在中国明星细子的地位被捧得很高,而且算是来钱最快的一个行业了,甚至连外国人也分飞几魄偷要进入中国做明星,就比如曾经出演《雕蛮公主》的韩国人张娜拉,就在韩国综艺节目上直言,没钱就来中国了。 当然了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台湾演员也说过,他对人话是这样的,自己在台湾没有戏拍,所以只能来内地赚钱,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在读书,需要花很多钱,所以我必须要多赚钱。 这句话本身就容易引起网友误会,而很多人看到说这句话的人之后纷纷改口,欢迎您老来内地,今天咱们就是说说演员李立群吧,说实话李立群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了,随口肯定就能说上他演过的几个角色,比如90号小时候看过的徐征主演《冲光灿烂珠八戒》里的《东海龙王》,不少人也还记得他演过《打琴帝国》中是有位货王, 《半生园》里的《主红彩》,《绝带商交》中的李大嘴文周一家人,中的周二舍等等,角色多得我真是数不清了,有人说他的演技和李宝田,李雪坚等人有了一笔,个人觉得这也是实话,能够把演戏当成一种职业的好演员,可能很多人看多了他演的那一剧,甚至都不知道,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台湾演员,不过台湾大陆本就是一家, 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老戏古经常来内地拍戏,可能正如李立群老师自己所说的那样,自己家里需要钱,所以他经常拍戏,什么戏都拍,但是绝对不是烂于充数之辈,因为他什么戏都能演好,甚至在看下洛特烦恼,是看到他饰演的校长这个小角色还让我惊讶了一把, 真正的演员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,李立群的实力也得到大众的一致认可,这两年可能他的作品不多,不过能够在星光大岛,中国喜剧王,等综艺上,还能看到他的身影,就算你叫不出他的名字,但是你肯定知道他的角色,他所具有的好口碑,真的比内地不少好称戏谷的人强了不少, 祝该管所有素材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